你好,我是子墨,欢迎来到网视学院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重点来分享一下 普通人如何通过做互联网讲师实现财富和自由 上节课呢,我给大家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 所以说大家在后面的课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微信,windows98 提到互联网讲师,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名词 那么什么是互联网讲师 我们有没有在朋友圈里面经常会看到 有些人会发一些课程的海报 让你扫码,然后进入到一个教室里面听一个老师讲课 讲课的这个老师,简单讲就叫互联网讲师 同样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其他的平台上进行学习 比如说签聊,立志位课,网易语课堂,对吧 那么在这些平台里面进行授课的老师 同样呢,也属于叫互联网讲师 所以总结一句话,什么是互联网讲师 就是我通过互联网分享知识的人 就叫互联网讲师 那么做互联网讲师有哪些优势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条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投入低 那么做互联网讲师不像我其他的一些创业项目 比如说做淘宝,你需要背一些货 对吧,比方说做线下,你需要租个门脸 投资比较大 那么做互联网讲师的话 你在前期的时候 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机 或者是一台电脑就可以了 像我14年在淘宝大学 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我只需要有一台电脑就够了 那么当然现在移动互联网社会到了 很多人可能在签聊上上课 对吧 那么你在签聊上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就可以实现你的创业梦 第二收入高 上节课为重点给大家讲了 我们说什么才能让你收入高 很多人可能说 我去假扮 我去兼职 我就可以额外挣些钱 我们说这不叫收入高 这是因为你用你额外的一些时间创造的收入 真正的收入高你要思考一个点 就是我如何能把我同样的一份时间能够付更多的人 我们举个例子 你的同样每天八小时付给一个老板 那就拿一份收入 如果是你同样的八个小时能付五个人 那就会基本上会拿五份收入 你付十个人 就能拿到十份收入 所以说 因为你的每一个人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你想获得更高的收入 你就要考虑我的时间能够同时付给多少人 我之前在讲课的时候 从刚开始没有人 五个人十个人到一百个人 我最高的时候 一场直播课一千五百人来听 转化率也非常不错 所以收入高核心点是 我的一份时间 我能够付给多少人 恰恰做互联网讲师 能符合这一条 就是我的时间 我可以付更多的人 所以说 做互联网讲师 你会发现他的收入都蛮高的 第三 时间自由 刚开始做讲师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做兼职 对不对 一边工作一边兼职 那么当你收入高了 时候 这时候你觉得我自己做讲师的这个 收入比我 上班 收入还要高 那么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做一个全职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 你全职兼职都可以 你像我们签聊上 包括立志上很多的一些老师 你会发现有些是全职 有些是兼职 一边在公司上班 然后一边呢 OK 我自己录了一套课程 我放到网上来进行一个销售 所以说在时间上来讲是比较自由的 第四个 做互联网讲师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他能够获得被动收入 那么什么是被动收入 就是我不工作 我照样有收入 很多人可能你的收入模式是这样 我今天出去工作 我才有收入 我今天不去工作就没有收入 对不对 但是你做讲师不一样 当我把我的一套课程把它做出来之后 我放到网上去 然后 只要这课程进行销售 我就额外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在签聊上 当你的课程上架到签聊之后 只要运营起来 你基本上你会发现 我不用怎么管了 然后只要他有销售 那么我就自己会有收入 这叫被动收入 就是 我不工作 照样有收入 所以说做互联网讲师有这四个优势 第一 投入低 第二 收入高 因为你的一份时间可以卖给越来越多的人 第三 我的时间自由 我前期可以从兼职 然后好了之后我再做全职 第四 我可以获得我的被动收入 这是我们做互联网讲师的几个优势 那么讲到这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我做不了讲师 我也没做过 我想做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讲什么 所以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重点来说一下 互联网讲师它是分类型的 目前来讲 它是分为三种类型 那么第一种转述型 第二种 半创造型 第三种创造型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我们先说转述型 转述型是什么呢 就是 我只要 拿到内容之后 我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加工 我就把它输出出去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新媒体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技术帖 写的特别好 我看懂之后 我只要把它稍微改改 用我自己的话 把它 转述出去 把书面语 转成口语 然后我就可以当成一堂课程 我就把它卖出去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现在大部分的讲师很多的都属于是转述型 就是来料加工 我只要看完之后 通过我的理解之后 我就把它做成课程 然后把进行一个输出 那么第二个 叫半创造型 半创造型呢 他一司机本身有一定的经验 然后呢 他一边去分享经验 一边去学习 快速学习 快速分享 然后再再输出 我们说这叫半创造型 还有一种是最牛的 我们说叫创造型 一般就是一个行的KOL 对吧 他本身在这行业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他自己研发课程 然后进行一个输出 我们说这三种类型 对应三种不同的 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是一个新手 那你前进就可以先做转述型 比如说我挑上一本好书 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都是我的书 因为我做电商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说这里面很多的 都是电商的一些书 包括运营的一些书 那么 当你自己 当你自己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去讲什么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挑一本书 对不对 我通过一些方法 我把这个书里面的内容 进行一个整理 然后我输出成一套课程 分享给别人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 这个不是你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什么是讲师 讲师就是 一种讲师就是 我可以把一些好的优质的内容 我传播给更多的人 比如说你自己看书 你根本不看 我把这本书吸收好了之后 我传播给你就可以了 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做讲师是不是 我得需要很多很多的知识 实际上不用 因为很多的知识 他们都给你总结好了 很多一些人把经验经总结好了 你只需要把这些经验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 然后输出出去就可以了 那么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半创造性 还有一个创造性 所以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刚开始先从转述性开始做 那么再转到半创造性 当你在某一个行业深挖之后 你就可以 慢慢的变成一个创造性 因为当你自己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很多的知识在你脑海里面会形成一套体系 那你就慢慢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了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讲师的类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李翔商业内参 得到他们里面的一个很牛的一个人 那么他们做内容是怎么做的呢 最早的时候我是以为是李翔自己在写 每天自己在写内容 然后自己录 后来我发现了不是 他们这里面有分工 大家可以看 有一些人专门负责选题 比方说今天我选哪些东西 哪些题目 我从里面摘出哪些重点来 这没有选题 选题完了之后有写作 就是当我把题选完之后呢 我进行一个改写 因为我要把一些 比方书面的一些语言 包括那个难懂的一些语言 我进行一个口语化 然后这时候才是 有一个音频录制 音频录制就是什么呀 就是李翔你过来 然后你看一遍 看完一遍之后 OK你觉得没问题 没得录出来就可以了 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们说现在很多的一些知识 都是流水化 有人专门负责去找内容 有人专门负责讲 有人专门负责去运营 当然你在前期 你比较小的时候 那么你就一个人 那你就自己负责找内容 对不对 我自己负责 口语化 那么我自己负责 把它讲出来 慢慢慢慢的 当你自己收入越高的时候 你慢慢团队就形成了 你会发现很多大的KWL 其实都是这么做 也就是说实际上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钱就可以去做 那么哪些人可以做互联网讲师呢 这里面我给大家重点来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是线下的机构的老师 对不对 那你可以通过互联网继续分享的内容 因为第一个 线下 你毕竟接触的学生的人数 就在那摆着呢 教室多大 你就能接触多少个学生 那么通过互联网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知识 分享给更多的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自己在公司 我有工作 比如说你是设计师啊 比如说我懂互联网呀 比如说我自己会PS会AI呀 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经验 通过互联网分享给其他人 这时候可能会说 我的经验不是最丰富的呀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很多很多经验不如你的人 他想学你的经验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我一边跟你分享 那我一边呢 我自己快速学习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比如说我是想通过互联网 我销售我的产品 比如说做微商的啊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微商 比方很多人可能要在互联网上招募代理 那么你用微信一个一个去聊 你会发现成交的几率特别特别低 因为你同样的一个时间 你只能跟同人给一两个人去聊 但是我如果把它讲出来呢 我把我的模式 把我的产品讲出来 我拉很多人进来 我一块给他们去讲 也就是满足了我们 你的一份时间付给更多的人 那么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转化 包括招待力的能力 包括你销售 销售的金额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所以说我们说这 只要你属于这三类人 你都是可以从事互联网讲师的 那么我来看几个案例 普通人逆袭的案例 这是我带的一些学员 他们从我这学习 学习完新媒体之后 然后开始参加我们的讲师内训 然后讲师内训完了 就开始练习练习 练了一两个月之后 然后就可以独立去讲课了 比如说大家可以搜新媒体的话 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我的学员 小龙 之前最早的时候做案例 然后收入特别低 听完我的课程之后 他就问我 我跟你做讲师能不能赚到钱 我说你试试 我说你只要想做 你一定能赚到钱 那么他现在就开始 在网上做他新媒体的一个课程 那么到现在呢 将近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0万 包括绿华 一个宝麻 也是这样 也是我的一个学员 学完我们讲师学员 应该课程之后 然后开始自己 开始做新媒体的一个课程 包括新媒体的安迪 还有做SEO的 还有我们这个大姐 他们都是你会发现 都是我把我的内容 只要把它做一个总结 把它梳理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你会发现这些人的收入 都比以前高很多 可能很多人觉得 我刚开始我做不了 但是只要你的意愿足够高 我就要做 那么它是有方法的 所以说这个你根本不用去担心 还有一个 这是我最早的跟着我的一个设计师 我当时去教他讲课 我说你去讲美工的课程 他就跟着我去讲美工的课程 然后现在的淘宝大学 然后自己独立做机构 然后一年的时候 大概在300万 我讲这些案例 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说话没有问题 只要你热爱学习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 好的互联网讲师 同样我们说个人一样 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平台上 比如说签聊 腾语课堂里面 有很多很多机构 比如说教日韩语的蓝轨记 对不对 那么这个老大 刚开始从韩国留学回来之后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就觉得韩语 我会一些韩语 那我就教人们做韩语吧 教人们学韩语吧 他刚开始就在YY上 后来转到了那个腾语课堂 现在也在很多的平台都在开课 现在收入 一年的收入大概在600万 包括西瓜 东我新球 火焰社 拍带 奇论 牛奇学堂 那么这些的老大 刚开始 全部都是从一个普通人开始做 然后一边做 我一边做 有了经验之后 我就分享出去 我一边做 有了经验之后 我就分享出去 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们一步步 一步步做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talk机构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也是有机会的 你刚开始也是一个人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两个人 没有关系 你慢慢的去做 那么讲到这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互联网讲师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 刚开始想做互联网讲师的时候 你是没有方法的 对不对 网上也之前也没有教程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互联网讲师 你像我们最早做互联网讲师的时候 简单讲 就是我们硬着头皮去上 我们也不知道线上怎么去讲课 那怎么办 那就先讲 讲的过程中 一边讲 一边总结经验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很多人都学过自行车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小的时候 在学自行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摔跤摔毁的 刚一起就倒了 刚一起就倒了 然后在跌倒中 然后学会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很痛苦 包括现在 很多的家长就刚开始 不愿意让小孩学自行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摔跤多疼 对不对 是因为之前没有方法 也没有一个人专门去教你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没有人 只能我们自己去摸索 那么说现在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还是拿骑自行车 这个举例子 像我有个朋友 他做了一款车子 就这种 没有刹车 没有脚灯子 然后他给我介绍的时候 我说这个自行车干嘛用 他说这个自行车 可以辅助小孩骑自行车 我刚开始还不信 我说再怎么骑 他说你看 所有的小孩刚开始的话 都喜欢说骑着他 然后滑行 两条腿在两边滑行 那么当他滑行 小孩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他两边可以支撑得住 他根本不怕摔倒 所以他越滑越快 越滑越快 越掌握越熟练 那么当他熟练完了之后 你只要把脚灯子给加上 把刹车给他加上 他赞然在试两下的时候 他就会了 刚开始我不信 那么怎么办 我也买一个 反正我们小孩喜欢就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之后就发现了 果不其然 四天就学会 就先从滑开始 滑上几天之后 你发现他在骑那自行车的时候 平稳性就会很好 不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自行车 两边有个辅助 对不对 好像小孩骑得挺好 但是当你把这个辅助拆掉之后 你会发现小孩不敢骑了 为什么摔跤 但是你刚开始先让他滑行 滑的过程中 他去练 掌握着 原来骑车子这么好玩 你再给他加个脚灯子 告诉他这句助力 你会发现 他立马就学会了 很快 我们做讲师也是这样 之前我们没有 我们是硬上 然后没有方法 在失败中各种总结经验 低了不少更多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OK 我们给大家来先分享一下 我们其中的一个 如何通过三十天 无痛就可以做讲师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 做讲师来讲的话 我们自己刚开始就是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有的 想做讲师的人 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讲 这是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你像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OK 我们拿一本书 我们拿一本书干嘛呢 你不会讲 没问题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吧 你会说话 那你肯定会念吧 对不对 你先学会去念 有感情的先把它念出来 当你去有感情的把它念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你就成功了百分之三十了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最早的时候 我在做电商的时候 我自己在荔枝上 然后每天在分享 每天在分享 每一个基本上都有几百人听 然后很多人给我点赞 然后告诉我 你分享听好 你明天还分享吗 然后你还想分享什么内容 还会有一个互动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 给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我就每天做分享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我的语言表达都开始起来了 所以刚开始的话 怎么办呢 我先拿一本书 我先学会去念 对不对 我一边念一边录音 我只要把感觉念出来 我们说你已经完成百分之三十了 OK 第二阶段是什么 第二阶段叫拆解 就是我把一本书 我学会 我怎么把它进行一个拆解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 这是那本书的一个目录 我只采取了一部分 这里面有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有第一章 第二章第二部分 也有几章 那我学会通过思维导图 我进行一个拆解 比方说第一部分 我觉得它可以做成一节课 然后我就看它里面 讲的什么内容 我把里面的核心的内容 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做成思维导图 比方说我开场 中间 结尾 中间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的一些内容 开场就是我一堂课 前期应该怎么说 结尾就是我课程结束了 我应该说什么 你现在学会拆解 你拆解的过程中 实际上这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文字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些文字 我拆解过程 我也可以照着去念 没有问题 当你学会拆解的时候 我们说你已经完成百分之四十了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说形成口语稿 拆解完了之后 就要形成一个口语稿 比方说 我把一些书面语 我怎么形成口语稿 我们这里面有完整的一套 从开头到串联 到总结 到提醒 到互动一套话术 比如说我给大家 来说一下 你看 开场是怎么说 你好 欢迎收听我的 往事训练营课程 我是子墨 今天我来跟你说的是 如何通过三十天 做一名互联网讲师 是不是很简单 那你同样可以换掉 你好 欢迎收听我的演讲课程 我是子墨 今天我来跟你说的是 如何高效的进行演讲 是不是 包括串联话术 关于互联网讲师这件事 我会从以下三个点来讲 第一 什么是互联网讲师 第二 互联网讲师的优势 第三 如何去做 对不对 所以当你去拿到这套话术的时候 你慢慢跟着这套 拿到这套话术的时候 你把你的那些前面整理的一些思维导图 你按照这个话术把它进行一个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干嘛 形成一个文字稿 因为书面语言跟说话还是不一样的 当你把书面语言形成一个文字稿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发人家给别人听的时候 我们说别人才会更加舒服 当你去形成口语稿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互联网讲师百分之五十了 那么百分之五十之后干嘛呢 就是把它讲出来 我可以去谦聊 我可以去离枝 对不对 我甚至可以去别的平台 我可以把它讲出来 当我在不断讲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的慢慢有很多粉丝就会喜欢你 那么有的讲师可能会说 我普通话不好 对不对 我们说普通话都是可以练的 还有一个 你未必把普通话讲的特别好 就像我 我普通话也不好 但是不影响很多的粉丝喜欢我呀 因为他们觉得你讲课讲的挺好的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觉得普通话不好 没有关系 只要你让别人听得懂就可以了 所以第四阶段就是 比方我通过谦聊 我通过励志 我开始慢慢陆陆续续的开始输出我的课程了 当你坚持的输出课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用不了半个月 你在讲内容的 你会发现的表达能力提升非常快 我在讲课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找到感觉了 OK第五阶段就是你要深挖一个领域 当你去深挖一个领域达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能够做到互联网讲师70%的功力了 这时候你自己粉丝已经很多了 收入已经很高了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深挖一个领域呢 因为一个互联网讲师 首先你要学会给自己打一个标签 我主打哪个领域 比方说我们有的老师主打母婴 主打那个小儿推拿 主打怎么去做蛋糕 教大家怎么去做蛋糕 教大家怎么去写毛笔事 比如说这里面当你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能讲什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的内幕 这只是IT互烂网内幕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 都是大家需要的 比方说淘宝的拼多多的 比如说移动里面还有开发的 还有什么设计语言留学 考证升学兴趣爱好兴趣爱好 里面还有美妆育儿 当你当你去自己先去看 哎呀我自己喜欢哪个领域 然后你就确定 我就在这个领域去深挖就可以了 当你在这个领域不断深挖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的 很多的人就会认为 你是这个领域很牛的一些人 所以当你去看到 前楼上很多老师一看 哇这些老师听他们课很牛 你根本不用去怕 为什么 只要你深挖那个领域 你表现不会比他差 好吧 那么到现在呢 我已经给大家重点的 把一个什么是互联网讲师 互联网讲师优势 包括怎么去做互联网讲师 都给大家分享来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网视学院 跟我一起来做互联网讲师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子墨 我在网视学院等你